科技院收看就有收获 各位好 我是李斌 要说起水环境污染 肯定有人会提到紫色水腰或者是绿膜 其实他们说的就是水葫芦 这水葫芦就有极强的繁殖能力 一株水葫芦在90天之内就可以繁殖25万株 真是太可怕 太疯狂了 那他们挤占了其他水生物的生存空间 还破坏了生物的多样性 咱们国家每年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来打捞水葫芦 真是劳民又伤财 可是有人偏偏把这让人头疼的东西变成了宝贝 观众朋友 如此精美的家具 您能猜得出它是用什么做成的吗 如果告诉您它是用水葫芦做的 您一定不信 您一定得问了 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呀 没想到吧 这小小的水葫芦啊 也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 您看我靠的这张大桌子啊 包括我坐的椅子呢 全部都是用水葫芦做的 就连我脚底下踩的脚踏呀 也是用水葫芦做的 哎 你说这奇妄不养的水葫芦啊 怎么一眨眼就变成精美的工艺品了呢 说起水葫芦 江苏 浙江 上海 云南 还有福建等 这些地方的老百姓 那可是烦得不行 尤其是养鱼的渔民 那恨得压根都疼 水葫芦具有极强的繁殖能力 一株水葫芦90天之内就可以繁殖25万株 由于水葫芦疯狂生长 把整个水面盖得严严实实 犹如盖上了一床厚厚的绿被子 水葫芦大面积覆盖水面 水面跟空气中的氧气接触少了 水里的含氧量也就减少了 通过我们的镜头可以清楚地看到 水葫芦的根已经长长地伸进了网乡里 大大减少了鱼类仅有的生存空间 正是由于水葫芦的疯狂生长 减少了水中的氧气 才造成鱼类的缺氧死亡 为了治理水葫芦 政府部门每年都要出动 大量的人员设备进行打捞工作 这就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真是劳民又伤财 所以人们给水葫芦起了一个很形象的名字 紫色水妖 也有人管它叫做绿魔 可是谁又能想到 如此臭名远扬的家伙还能做出家具 这可真是变害为宝 化腐朽为神奇 我觉得您这个大桌子简直太棒 设计太有创意了 圆头圆脑 敦敦实实的 对 这是我们特地设计的 给一个客户设计的圆敦 圆敦以及六张敦 那这得用多少水葫芦 这要用600公斤左右新鲜的水葫芦 那就是得用半吨多呢 对 半吨多 这也是我们目前现在就是变害为宝的一种新的思路 来做这个产品 变害为宝 这当然是治理水葫芦的好办法 可是胡建达当时是怎么想到用它来做家具的呢 我在一些商店里呢 看到一些编制类的这种产品呢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得到一些时常人士的追捧 草编制品人们并不陌生 按说水葫芦也是一种水草 长得又长又粗 而且精感韧性十足 有的地方甚至可以惊得住一个人站在上面 如果把它做成家具 结实问题应该是没得说 嗯 好主意 胡建达说干就干 第一步 选购原材料 我们先以后去了这个上海的那个南徽县 还有那个松江区 后来呢我们又去了浙江 再后来我们又到了这个福建的三明 在那个地方后来我们找到了 比较适合我们这个编制产品的这个合适长度的云材料 原来上海等地的水葫芦 精感还没长长就被打捞了上来 而福建等地的水葫芦分布范围广 而且当地常年气温高 所以长得快长得长 这样的水葫芦才是制作编织制品的理想原材料呢 这是我们从福建用来的水葫芦 啊 这是水葫芦啊 可是我以前见到还有根啊 还有叶子啊 还有那个上面那个葫芦啊 这个是水葫芦的茎 这是根本 我把根部剪掉 根部剪掉以后再把这叶子呢再剪掉 对 保留它中间就是这个性子 去掉了叶和根 那这也和我们以前见过的水葫芦太不一样了 水葫芦是水生植物 含水率在95%以上 怎么就变成了这光秃秃的光杆丝令了呢 哎呀 慢点 慢点 就放在这儿吧 哎 这个水葫芦为什么这么轻啊 这是已经风干过以后的水果 哦 我说是怎么外表和碳台湖一样呢 那这一袋子水葫芦大概是湿的呀 嗯 相当于多少间 这一袋是15公斤干的水葫芦 相当于半吨 半吨左右的湿的水葫芦 那咱们一般风干的时候 一般是多少天就可以了 风干七八天 七八天 对对对 你现在不有那个风干机吗 干嘛不用那个呀 那个用了之后又省事 时间又短 这个风干的话它会在短时间内 既然这个水分失去以后的话 这个影响这个天然纤维得强 纤维质量受到影响 就会因脆性过大而容易断裂 不能够达到制作家具的最佳标准 所以可不能贪快 用烘干脱水等现代工艺 只能采用自然晒干或风干 只有这样得到的水葫芦筋感 柔韧性才最好 大家看 这时的水葫芦筋感非常柔软 撕开筋部可以看见丰厚的纤维 这样做成的家具 它的寿命才会更长 人的皮肤接触起来也会感觉更加柔软 对了 说到与皮肤接触 丁丁可就得替咱观众朋友 考虑考虑健康问题了 这个水葫芦在水里的作用主要就是清洁水质 其中一些重金属什么的 那您说咱们用它做成 不管是床也好或者是椅子也好 那可都是直接跟人的皮肤接触的 那这样对人体不会有什么危害吗 我们在福建打捞的时候 有一些区域是选择的 这些区域都比较干净的 不是靠近污染源的水葫芦 水源没有污染 水葫芦自然也就不会含有有毒物质 解决了心中的担忧 丁丁跃跃欲试 也想学学怎么把这水葫芦制成家具 明天编的不就跟那个编麻花辫一样吗 对 对吧 嗯 这太简单了 这么编一编 那个工艺品就做出来了 是啊 哎呀 我最会编麻花辫 让我编一编 解试试吧 麻花辫 看似简单 实际做起来可是大有学问 不说别的 就说这手握的姿势就整个反了 这多好编 你看这样编不行 应该翻过来编 翻过来 这样编快 编得快 它松紧不易自 编这麻花辫 可不能只求速度 一定要松紧一致 瞧 上面手要捏着 下面脚要踩着 这样编出来的小辫子 才能粗细均匀 除了这些 编好的小辫子粗细上 还要有不同的规格 有的就要求粗一些 有的则要求细一些 这可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我们把这个比较粗的呢 用于这种大型的家具上面 那个设计上 比如像这种椅子 沙发的或者床 窗头柜的 这样的大型 感觉很粗犷 对 那么我们用这种细的呢 把它做成这种灯 哎呀真好看 这种灯呢 因为是一种 巧巧精致的这种饰品 给人感觉非常细腻 跟这椅子感觉完全不一样 学会了规格上的要求 丁丁这回的麻花变 变得可是有板有眼了 看 这回变得挺好 这样不行 这头只能在这一边 因为你看 这是面子 你把这露出来的吧 比如假如坐一个椅子呀 干嘛 它这头露出来 不就不好看了吗 那给它剪了 不知道的吗 剪了也不行啊 它剪了 它都能露出来 都能看见呀 真是看着容易 坐着难呐 这细节方面要注意的 还真不少 就连流出的草头 还有讲究 必须有意识地 编在一侧 制作家具的时候 要把露出来的一侧 全部压在后面 这样做出来的家具 才更美观 撒好了长长的大辫子 接下来 就要给这些家具 穿衣服了 把辫子穿在 用木头打好的架子上 这就像 把棉花纺成棉线 再把棉线 织在不同的模具上一样 当然 磨完布 别忘了再固定一下 这样编织好的家具 才更牢靠 不容易走形 大功告成了 我终于把一把椅子 给做好了 那下一步 咱们是不是就可以上漆了 跟木头椅子一样 大夫 这还有一道 非常重要的工序 就是 烧毛的影响 原来 编好的水葫芦家具 总会有一些毛刺 摸起来影响手感 直接喷漆 也会影响上漆效果 所以 一定得先烧毛 行吗 烧到什么程度就可以了 烧到那个边边上 没影毛就做了 看我碰到那边不错吧 比刚才好多了吧 手艺还不错 看我手艺还不错呢 听见了 看我手艺不错呢 这项变海为宝的技术 简单易学 可是制作出的产品 却不简单 他们远消到了 德国 中东等国家和地区 实现了出口创汇 这回人人喊打的绿魔 是既被除了害 又替咱们赚了钱 这不是一举两得的大好事吗